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古籍中多有记载 相信不少人也是知道的 为什么会有石铁兽这一称呼呢 顾名思义 大熊猫有一些特异功能 其中是生铁就是一项特异功能 能让老虎和狮子畏惧的正是大熊猫的咬合力 居然连生铁都吃 这让老虎和狮子很是害怕 纷纷都不敢招惹 据了解到如今大熊猫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至少八百万年 还被誉为火化石 起初在古代大熊猫是肉食动物 后来经过时间流失 他们将竹子作为主要的食物 要知道 物尽天则逝者生存 在这种长期严酷的环境下进行竞争 大部分动物都已经灭绝 唯有大熊猫一直存活着 从这里来看 这具罩表面憨太顺顺大熊猫 实际上并不简单 看到这很多朋友纷纷脑补到 为何老虎和狮子不敢招惹大熊猫 古宝表示 求你查一下老子以前叫什么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